長久庫庫庫庫的學員為什麼都不會跳到現在 已經可以很熟悉人來操作這些客戶 製作自己的作品 有在協助適合朋友找頭路 難怪國技大學在政府的委託之下 封鎖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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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 包括製作的技術、化織系統以及行銷確定的材料 是相當的豐富 我們也都安排一些參訪 像前天大概到三億去做參訪 參訪過程他就看到別人的創意 或是說別人怎麼樣把一些廢的木料 變成一個產品、商品或是一個作品 他們也接受這樣的概念 從完全不懂 當然不能說到完全懂 但是最起碼你多了有關木工這方面的知識 因為最起碼要講什麼底氣、表情 最少我們都懂 好好基礎 現在再來教導別人的學校沒多 大多數是靠做事 不過時間要很長 但是在這項一個背負庫定 應該有所謂的技術 在最有效率的教導方式之下 全部來教學學員 讓他們正經過學校 並且可以應用在工廠上面 一個就是自主工作室 那透過工作室 然後透過一些藝品店 或者是文化市集 他們可以參與這些市集的販售 另外一個呢 就是進入目前現有的木工業界 也就是進入工廠裡面工作 那這個市場呢 目前對於人力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學校也表示 在學校的提升自己的製造技術是 可以來增加創業的部分 就是要找頭路可以過去 近進了 在這位林圓森 彩虹報導 在這位置 太好了